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跟随佛剑先公学习天胎宗的修行法文 原成宗大德九年 即公元1305年 姓成法师住在杭州的东竹寺 大德十一年 即公元1307年 将这一代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 他亲自为民众起雨 刚一发心 大雨就立刻落下 有一年 又赶上了饥荒 不少民众都因此丧命 而家人却没有能力为他们料理后事 姓成法师 就帮助他们掩埋遗体 并做水陆大法会 超度他们的灵魂 元英宗治治元年 即公元1321年 朝廷传递诏书 迎请姓成法师前往京城 将他安排在青塔寺居住 负责教证大藏经 并赐给他佛海大师的名号 随后 姓成法师又去天竺寺当了住持 最后 在佛果四归隐 坚定心念 学习净土法门 姓成法师 曾经用七天七夜的时间 精进修习一心三观法门 并且多次获得祥瑞的感应 有一天 大家还像以前一样 前去寺院参拜姓成法师 姓成法师急忙合掌回礼说 老僧过去 如果没有归隐 并抓紧时间 休息净土法门 我的佛道 几乎就要半途而废了 今天虽然还有空闲 但明天 恐怕就没有时间和你们交谈了 说完后 她反复检查她的一波 为大家视线生死无常的道理 大家为她注念佛号 姓成法师 佛要自己念 明天早晨 大家前来与我道别就行了 第二天 天才刚亮 大家就已经排成队 集结在寺院里了 姓成法师 当时就端坐在大家面前往生了 那年 她七十八岁 今天的往生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明天下期翻译ları 听众朋友们说 tore στη家里 愿见者问者 оставua day 愿见者问者 悉发菩提心 有无粹心 有多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